在裝潢一個家的時候 佈置一個家的時候要怎麼做呢 臥房的設計要溫暖 格級要寬敞 你看一個臥室 寬敞 舒適 所以像這裡面你看床鋪 床邊櫃 兩邊的燈光 床頭燈 這種情形之下 整個就很乾淨 舒適 所以說我們要等 它是很溫暖的設計 有很多我們去看人家臥室裡面 我小孩她很在混紅色 小女生 她就給她混了 像我們節目裡面這種紅 紅到這種情形 其實當我睡在這個長期 睡在這個空間 一樣情緒會爆炸 所以一定要溫暖的設計 不要以為我小孩 我小女生 就給她一個混紅設計 大混紅 那有些像我看到房子 有常常會有男生覺得說 我喜歡藍色 她把臥房整個牆 就變成了藍色系的牆壁 你想想你睡在藍色的 整個那麼藍的光線會怎麼樣 那陰暗 廢暗之氣就會下來 所以就會憂鬱症 你游了會用大黃 我看過有大黃大紅都有 那黃色 你說從這個五行顏色 就會論斷到是它有什麼病症 所以每個五行都有代表它的能量 過強就會產生你身體 那個結構產生問題 我們陳冠宜老師可以讓你好睡 好 來 什麼樣的風水格局 能讓我們平心靜氣 安穩好眠 要平心靜氣 除了要你的風水上 但最主要你看 像從現在這個時間 每年的三月到五月 三月媽祖的時候 從三月祭開始 就是那個祭旗的氣 就是要讓我們去養成 一整年都能夠平心靜氣安眠 睡的時候 那這是要怎麼做 當然是拼媽祖就消媽祖 三月消媽祖就是要說 叫你去拜媽祖 走去救媽祖 去拜媽祖 你的人心就會平靜下來 那風水環境也可以造就的 所以風水環境怎麼做呢 能夠讓我們平心靜氣 安穩好眠的風水格局 第一個我們要怎麼樣 在裝潢一個家的時候 佈置一個家的時候要怎麼做呢 臥房的設計要溫暖 格局要寬敞 你看一個臥室寬敞 舒適 所以像這裡面你看床鋪 床邊櫃 兩邊的燈光 床頭燈 這種情形之下 整個就很乾淨 舒適 所以說我們要擋 它是很溫暖的設計 有很多我們去看人家臥室裡面 我小孩她很愛混紅色 小女生她就給她混了 像我們節目裡面這種 紅到這種情形 其實當我睡在這個長期 睡在這個空間 一樣情緒會爆炸 所以一定要溫暖的設計 不要以為我小孩 我小女生 就給她一個混紅設計 大混紅 那有些像我看到房子 有常常會男生結束 我喜歡藍色 她把歐黃整個牆 就變成了藍色系的牆壁 你想想你睡在藍色的 整個那麼藍的光線 會怎麼樣 那陰暗 廢暗之氣就會下來 所以就會憂鬱症 你游了會用大黃 我看過有大黃大紅都有 那黃色 你說從這個五行顏色 就會論斷到是它有什麼病症 所以每個五行都有代表它的能量 過牆就會產生你身體 那個結構產生問題 所以我們建議說這樣你家裡 你要能夠平心靜氣 能夠安穩好眠 一定要溫暖的設計 那溫暖的設計當中 就是我們剛才就是說像木頭 你用了木頭的顏色 顏色系或是比較白色系 粉白色系 那淺的 那自然就可能睡得很好 不要去用大黑色系 也有喔 各位 你看看 家裡面有很多人 把整面歐房裡面一面牆 全部切成黑的 那個整個窗戶 又像窗簾關起來 又不打開的時候 你想想在那個空間會怎麼樣 會恐怖感 所以常常做噩夢 所以那不好的現象 所以溫暖的設計很重要 但格局要寬敞 如果你的房子 因為要住大房子不容易 你要像我這個土這麼大的 我房間這麼大 不可能啊 那房子沒那麼大那怎麼辦 你裡面一定要斷設離 不要所有東西都 脫脫脫整個房間 拚掉拚掉 穿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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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两个三个穿就好了 每天宴就好了嘛 没有的时候 穿到现在衣服又穿不破 你爱漂亮 你就换身 旧了就要淘汰掉 不要再放家里面 有人再回收你就回收掉 自然你有钱 你要开掉就没问题 自然而然会带给你的心情 会很好 所以平心静气就会好眠 第二个方式是什么 臥房休憩的空间 联维一体 如果你常年失眠 常年失眠 你常常脾氣暴躁的 你就要去找個房子要怎麼做 像這樣 臥房 臥房旁邊也不是陽台 陽台的時候有落地窗關起來 後面就擺個休息的一個 休息的桌子 或是有了擺一對公坡 以後擺貴婿椅在外面 等於說你把我們外面的陽台部分 跟我們的臥房連尾一體 這個我們的陽台 就是我們休息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 但是你一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回到臥室 打開之後又可以出去 在那邊做休閒 當你禮拜六 禮拜天不上班 我就看著 坐在那邊很休息 看看書 聽聽音樂 如果你住家的外面 又是公園 又森林 有那樹木 你坐在那邊看看書 看欣賞外面 那個氣就會穩定下來 所以空間感很重要 只要我們想要把它調整 我們個人的命運 我們的磁場 你一定要有這種情況 把你的臥房 不一定要很大 但是外房又加上有一個小休息的 這個陽台 有很多陽台可以打開的 但是陽台 確定 陽台你不要讓它又開個門去客廳 有很多人 我們也看過 就是因為它陽台跟外房是連一體 沒錯 但是它又 陽台那邊本來就是外面的大陽台 大陽台是客廳跟兩邊串的 那兩邊一串的時候 因為它一出去陽台又可以到客廳 這樣就大五歲一旁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有這種情形 一定要把它一邊烘掉 這樣子才能夠帶給 把陽台中間把它隔起來 隔掉 對 臥房的陽台跟客廳一樣分開 自然而然就可以帶給一家人 你自己一家人 你睡在這裡 夫妻都能夠非常的平靜靜 安眠好睡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佑南 佑南 好有說 這是你第一次參加媽祖的遶境 對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 然後每次都是聽 那你要穿你當年 中國小姐的旗袍去 還背彩帶 要命的 要命的 對啊 那不好走 那不好走 但這一次是因為剛好 我們劇組被邀約就下去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然後我每次聽周遭的朋友去 每一個看那個APP的時候 都會哭 我不解為什麼一個媽祖 繞進你們可以哭成這樣 我完全沒辦法理解 但是我這一次去走 那我要說了 我身邊帶了一個吉祥物 雷紅雷拔 雷拔人員太好了 我們沿路這樣走 每一個都 給我一個人 小朋友他也要摸一摸 沒有 他也要鬥一鬥 所以我們如果太晚走的話 根本在人群中是進不過去的 後來我帶著雷拔 我就要牽著雷拔 因為雷拔年紀比較大一點 怕他落單之後 會被人群包圍 所以我就拉著雷拔 然後你看我手上拿的東西 都是沿路人家發放的 吃的喝的通通都有 對 然後我裝自己的 還要裝雷拔的 但是你知道沿路 滿滿的點心 飲料 水果 是拿不完的 甚至於什麼 獅子巾 扇子通通都有 結果我們走到前面的時候 我們就是看到了那個 身上朋友坐輪椅 那那個朋友 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 這位是不是 整個沒有力氣的這樣攤在那裡 可是就是你看到他那時候 因為他也想要來弄雷拔 希望媽祖保佑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就就是想靠過去 然後靠過去的時候 我就看完他的時候 其實他是 那個心情是很沮喪的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你也來拜媽祖嗎 他說對 他說希望媽祖幫他保佑 我們就過去跟他聊了幾句 然後鼓勵他 我覺得那個有一種 很莫名的使命 就好像是 媽祖要我傳遞一些什麼 給他去鼓勵 大家現場就瀰漫了一種 就是把愛傳遞出去 對 把溫暖傳出去 把善良傳出去 我面對白沙屯媽祖的 第一剎那 跟他對到眼神的時候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人家會哭 那是一種感動 你說這一章嗎 對 我第一次跟他眼神 就是轎子旁邊 我站很前面 對 這麼近喔 對 就是我一對坐下來的時候 因為我先看到的是那個 三邊媽 就是然後大媽在後面 就是你跟他眼神一對到 我覺得什麼都不用說 就好像我們心裡有什麼事情 回家看到媽媽的那個感覺 你都不用講 就眼神一對到 你就可以宣洩那個當下 所有的委屈啊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對著媽祖 我就... 我第一句話就是說 請你給我智慧 面對所有的問題 然後那個當下 大家都說媽祖恨靈 我就趕快求媽祖說 希望我媽媽可以健康 多活幾年 讓我有機會好好地孝順她 讓我先生身體可以健康 只有周遭的人 大家在拍 我完全沒有想到 要拿相機拍 就覺得我要趕快跟媽祖講 我想要什麼... 但最主要就是我覺得 一定要有智慧 才能夠面對所有問題 然後我也希望 祂給我力量 我可以做更多的公益 去幫助別人 所以我碰到那個 身障朋友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把 剛剛媽祖給我的 那個感覺再給祂 所以我們去跟祂講講話 然後跟祂握握手之後 我發覺祂可以坐挺一點 可能心靈有被鼓勵到 然後祂就坐得比較挺 我們就把手上的食物 分享給祂 然後我們就走 我就看到祂已經 本來是這樣子 後來祂就坐起來 再等那個轎子過來 就是無形中 好像我們傳遞了一點訊息 可以讓祂更振奮 那種感覺我覺得是很棒的 然後其實這樣沿路 看到很多很多 包括有那個懷胎 大概已經六七個月了 挺了肚子 也是一直在那邊 等著要弄到 你會覺得就是一個盛世 感動 不需要我們去特別講 怎麼樣 因為只要在現場的人 都能感染到那個氛圍 就是一個很有愛的媽媽 才要來照顧大家 我覺得那個眼神一對到 真的什麼都不用說 什麼都不用說 就是心裡面的事情 好像她都懂了 感覺上 我覺得我第一個 先看到前面的三邊 然後那時候我會覺得 我想要求什麼 可是穿過去 我看到大媽媽的時候 我覺得 那個眼神就是 小小小 我知道 你就會那個眼淚一直流 一直流 然後 就你也不用再去講什麼 我受了什麼委屈 通通都不用 然後你只要給我智慧 給我勇氣 我可以面對所有的問題 我就可以迎刃而解 然後我一直希望說 我可以做更多的公益 希望她給我機會 去回饋個人群 那我覺得 我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看到三邊媽就是 就是嘴角上揚 然後那個當下 我就覺得 我的請求她是聽到的 然後我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種感覺就是 好 我現在去幫助別人 不要去想 我最怕人家跟我講說 你這樣做有好報嗎 有說錯 不是 我們今天去做這件事情 可能我跟你接觸 只有一個小時 但我希望這一個小時 你是無憂無慮 是快樂的 那這樣子 我來這一趟是有意義的 就是這種回饋心 媽祖她從來也沒有 跟我們人群說她要什麼 她也是就是這樣幫助大家 所以我就想說 我也去想學 媽祖的這個精神 去幫助別人 或者是去分享一些 像去那個榮民之家 那些老人 他們可能很無聊 可是我們去跟他們玩 這些長輩們 就每一個都很開心 我就會覺得 那我們去做這趟活動 是很有意義 很溫馨 其實路上你看到的 包帕只是送一個飲料 或者是說她只是送水 她拿給你的那一剎那 我都覺得 都是一個愛在傳遞 不管這瓶水是不是我喝 或者是她等一下口渴 我給她喝 這也是幫助到她 是我幫這個人傳給她 但她感受到 她可以繼續走下去 就完成她的心願 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算 去啦... 帶來 我們要不停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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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